好,開始 呃... 那當然我們來做我們叫做 記帳農場 那我們是透過在農場裡養怪獸的方式 來幫助大家記帳 請大家先看到上面農場的部分 那這個 比方說這個穿著實裝的怪獸 他就是代表我們記帳項目中的模式的項目 然後呢 這兩個漢頭怪 他就是代表我們記帳項目裡面 三餐呢 食物的項目 那再來呢 大家可以看到 記帳的怪獸有些比較大隻 有些比較小隻 大隻的表示 他畫的金額特別多 然後比較小隻就是金額比較少 再來呢 我們透過一些運算的方法 把同類型的怪物擺在附近 所以可以看到 穿實裝的怪物 就會和穿實裝的怪物擺在一起 再來 大家看到月律的部分 然後呢 重點不同的日期 就會出現不同天的記帳的情況 然後呢 旁邊就是我們 記帳的細節內容 然後我們也可以透過右邊這個新增的伴 然後來新增的記帳項目 那一旦我們選好這張項目之後 如果有些我們想要閃掉 那就可以透過這個 三組的方法 然後就把這個項目閃掉 那同樣的反應在這個工廠上面 謝謝大家 好 謝謝第4C組 接下來第48組 至少都是有精銀佩戴的 巧西瓜